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撒末尔记下》第十二章 《撒末尔记下》第十二章总共有三十一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神借先知拿单向大卫宣告审判 大卫认罪悔改 我们先把这一章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四段 第一段是一到六节 拿单先知见大卫 向他讲了富人夺取穷人羊羔的故事 第二段是七节到第十四节 拿单向大卫宣告神的审判 大卫认罪 第三段是十五到二十五节 大卫和八十八的第一个儿子死亡 第二个儿子索罗门生 第四段是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 大卫王的军队终于征服亚门人首都 我们今天所选用的要节是十二节 十三节十四节 圣经这样说 你在暗中行着事 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日光之下报应你 大卫对拿单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拿单说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 你必不至于死 只是你行这事 叫耶和华的仇敌 大得亵渎的机会 故此 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整本的旧约圣经中 我们会感觉到 撒末尔记下的第十一章和十二章 是最为沉重的两章 因着大卫王和八十八的犯罪 那原本是我们最美好的灵命和品格的样板 大卫王 他那纯全又美好的生命形象 活活的在我们眼前被撕裂 留存下来的 是大卫生命中 与我们一样的败坏和丑恶 在上一章中讲到了 大卫与八十八犯奸淫罪 他又借仇敌的刀剑 杀了八十八的丈夫 忠心耿耿的乌利亚 又娶了乌利亚的妻子 本章就讲了 神给大卫的审判 以及大卫的悔改 尽管神因他悔改 已经给他赦罪 但大卫顺着情欲所结的果子 开始令大卫尝尽了苦头 先让我们来看第一段 一到六节 拿单先知见大卫 大卫犯罪之后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大卫没有什么悔改的表示 神那边也似乎保持着沉默 但是请记得 神对于信他的人犯罪 是从来不会姑息和宽容的 时间到了 他就拆派自己的先知 去见大卫 先知拿单 以古代东方人的习惯 向大卫王讲了一个妇人的故事 这个妇人拥有许多牛羊 但是当他在待客的时候 却舍不得用自己的牛羊 他残忍的强夺了 一个穷人唯一所有的小母羊 杀了给客人吃 先知在话中特别强调 这小母羊羔的重要性 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 吃他所吃的 喝他所喝的 睡在他怀中 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 这个羊羔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穷人除了这羊羔之外 别无所有 第三节 这里所提的父户就是指大卫 穷人就是指乌利亚 父户所拥有的许多牛群羊群 是指大卫所拥有的许多的妻妻 而穷人 只有一个小母羊羔 就是指乌利亚 只有一个妻子 拔世巴 当大卫王听到 那个故事当中 富人的恶劣行径时 不自觉地恼怒起来 他气愤地告诉先知说 行 这事的人该死 必当偿还四倍 因为他没有连续的心 大卫说这话 是因为他是一国之君 他的身上担负着 为穷苦和受压迫的人 申冤的责任 作为君王 他完全有权利 判那个妇人死罪 同时那个妇人 还要按照摩西律法 偿还穷人四倍 大家可以参考 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看到 故事的情节发展到这里 大卫王完全没把故事 套用在自己身上 他能如此表达 说明了一个基本规律 狠狠多多的时候 那些犯了罪的人 通常都注意到别人的错误 但却在这同时 纵容和姑息自己的错误 马太福音第七章三到五节 当大卫指责那个妇人 没有连续的心 他其实已经忘记了 如今的光景 他此刻的心肠 与从前恩代米菲波社和哈嫩的时候 完全不同 我们看见 大卫真的堕落了 他的心思 意念 已经全然落在了黑暗的光景中 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二段 七到十四节 先知拿丹 当先知拿丹 听完大卫所讲的话 就奉耶和华的名 责备大卫说 你就是那人 先知拿丹 是一位宫廷的祭司 在简短的 你就是那人的话中 可以看出 他作为神的仆人的 勇敢无畏的气概 他此刻 以神的心为心 不怕大卫王动怒 不求大卫王喜悦 也不怕 大卫王报复 他的公义和勇敢 实在是 令人佩服 拿丹指责大卫说 大卫就是这个比喻中 那个十恶不赦 不公不义的妇人 他接着告诉大卫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 就你脱离扫罗的手 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 将你主人的妻 交在你怀里 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 你若还以为不足 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 在这里 神界先知所强调的是 神既让大卫做以色列的王 他已经被许可 得到了许多女人为妻妾 神甚至将扫罗的一切都给了他 只要大卫喜欢 甚至连扫罗的妻妾都可以是他的 然而大卫却做了一件恶事 他借着外邦亚门人的刀剑 杀害了忠心耿耿的贺人乌利亚 又占据了他的妻子 因为大卫行了这大恶 他的大恶当中包含了 明明地违反了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和不可贪婪的几样的罪 实在来说 大卫是公然地藐视神的主权和诫命 他大大的得罪了神 第十节到第十四节 是神借着先知的口 所宣告的审判 神在此对大卫的审判 极为的严厉 由于大卫借仇敌的手 杀害了忠心的贺人乌利亚 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大卫的家 神还说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我必在你眼前 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 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情 十四节还包含着另外一个审判的细节 由于大卫所行的恶事 使耶和华的仇敌 大德亵渎的机会 故此 有一个审判会快速发生 那便是 大卫与八十八所生的第一个儿子 必定要死 刚才我们说了 在第二段中第十到十四节 神界先知拿丹 向大卫王所宣告的审判 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是很快就会发生的 那就是大卫和八十八因淫乱而生的儿子不能够存活 很快就会死 十八节可以看到 第二方面是从长远的角度看的 这就是第十节所说的 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在大卫家 大卫王朝后来的时间里 发生了一系列仇杀的事 像大卫的三个儿子 暗嫩 亚沙龙和亚多尼亚都死于非命 大家可以参考第十三章 第十八章 还有《猎王纪》上的第二章 甚至包括在后来的时间里 北国以色列的王亚哈和耶稀别的女儿亚他利亚 在南国做王后 他也曾动用武力剿灭犹大家的王室 所有这些记载都属于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的预言 我们在这里读经的时候特别要留意 先知告诉大卫 大卫在暗中在无人知道的情况下所犯的罪 神却都要在众人面前和日光之下 来报应他 审判他 而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大卫的犯罪 不单单把许多人拉扯到灾难里 有一样还是极其严重的 那就是 他会使神的名受辱 他的罪行会导致神的仇敌得着控告的机会 而且这种控告和亵渎 千年百年都不停止 我们若仔细的分析来看 如果正向大卫所说的 那个妇人要偿还四倍 因而大卫也要偿还四倍 到后来 大卫的家中果然死掉四个成员 而关于大卫的妃品会与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情 这事就实在的应验在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身上了 圣经上告诉我们 当拿丹先知将神的审判告知给大卫之后 大卫没有为自己找任何的借口 没有做任何的解释 他只有服服在神的面前 深切的悔改 他真诚的在先知和神的面前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先知知道大卫诚恳的心 于是告诉他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 你必不至于死 读经的人可能会问 只因着大卫一句话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就可以判定他认罪认得那么彻底和诚恳吗 实际上 圣经中提到大卫认罪 经文非常丰富 大家另外可以参考的经文 像诗篇51篇 还有诗篇32篇 甚至诗篇38篇 大卫尤其在诗篇32篇 第三节第四节当中描述 在之前 他不认罪的时候 生命的光景 究竟是怎样的 他说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终日爱恨 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经夜耗尽 如同夏天的干旱 我们说过 大卫犯罪已有一年多 这期间 他与神之间没有交通 神也一直保持着沉默 我们从前也提过 那经历神的人 生命当中最大的苦痛 其实就是神的沉默 但神有的时候沉默 是为了熬练我们 试验我们 但最可怕的是 神的沉默 是因为我们犯罪 远离了他 因犯罪 罪使我们与他之间隔绝了 如今 大卫感受这种光景 最为真切 那闭口不认罪的痛苦 实在如同地狱 是何等的煎熬 所以大卫 终于到了 可以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 他一向神 向人承认 我得罪 耶和华了 那罪恶的重担 立刻 就可以卸下来 大卫王知道神的属性 神 乃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他必赦免我们的罪 并且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大卫深深知道神救恩的宝贵 所以在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 第二节 大卫说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反心里没有诡诈 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大卫一承认自己的罪 赦免立刻就临到他 你说这一切 怎么来得那么快 但这就是真实的 以色列的神 乃是有着无限慈爱和怜悯的神 神不单单免除大卫一死 而且也除去他的罪 但同时也不要以为一切都来得轻松容易 先知告诉大卫说 只是你行这事 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 故此 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 神的赦罪 虽然紧随着大卫的认罪而来 但是大卫犯罪的后果 却不能够立刻全然消除 大卫必须得吃 自己顺着情欲 撒种子 所接的果子 大卫的确得到了神的宽恕 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他的声誉 却是永远受损 而且也使着伟大以色列的荣耀 褪色蒙羞 我们在后面还可以看得到 他犯罪的结果 令大卫王朝和后来的历史 很长很长时间 都得不到真正的安宁 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三段 十五到二十五节 大卫和八十八所生的 第一个儿子死亡 第十五节的经文记载 先知拿丹向大卫 传达完神的审判 就回家去了 紧接着 耶和华就击打乌利亚的妻 给大卫所生的孩子 使他得重病 借着这节经文 我们可以看见 神的审判和刑罚 历时就来到了 大卫怎么办呢 他于是进食祷告 躺在地上 大卫无比的痛苦 他痛苦 不仅仅是因为爱自己的儿子 同时这痛苦 也是来自于神的惩治 大卫的痛苦人人得见 如今他的一切都没有秘密了 都公开化了 那些年长的仆人 都无法劝说大卫 从地上起来吃饭 到了第七天 儿子就死了 但是仆人们 却不敢把这件事告诉给大卫 当大卫 看见陈浦门低声说话 直觉告诉他 儿子已经死了 当得到确切答复以后 令大家意料之外的是 大卫历史起来 沐浴更衣 进到神暂时的殿中 敬拜完毕 便回家吃饭 这一切的举动 都非常反常 陈浦门于是问大卫 为什么有这反常的举动 大卫回答说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我进食哭泣 因为我在想 或者耶和华连续我 使孩子不死 也未可知 但如今孩子死了 我何必进食呢 我岂能使他返回呢 我必往他那里去 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 大卫说这番话 历来都被认为是 表现了一种灵魂不朽的 或者是婴儿可以得救的信念 因为我们大家的看法 都会很一致 虽然这孩子 是大卫和八十八 在罪孽当中生的 但婴儿是无辜的 神必在他身上 显明公义和慈爱 不管我们怎么样 来解读本章的第二十三节 他总义 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 死亡不能幸免 尤其是神惩治性的死亡 更加不能避免 无论大卫和他那冤屈的儿子 都难免一死 我们在第十五节 到第二十三节的经文中 看到了神对大卫家初步的审判 很明显的 这审判是阶段性的 最终以八十八第二次怀孕 做终结 圣经上告诉我们 大卫去安慰他的妻八十八 与他同寝 他就生了儿子 给他起名叫所罗门 经文令人诧异的告诉我们 连耶和华也喜爱他 不单单是耶和华神喜爱他 而且还借先知拿丹 赐一个名字给他 叫耶底底亚 耶底底亚的意思 是耶和华所爱的 而所罗门 乃是平安之子的意思 这里名字中 所透露出的平安 和平 一方面可以指 大卫希望跟神之间的关系 和好如初 此外 所罗门的出生 正赶上 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之间的征战 马上就要结束 这场战争时间漫长 其中也发生了许多曲折的事 无论是大卫王自己 包括以色列众人 甚至周边的国家 都渴望真正的和平来到 大卫和八十八 所生的第一个儿子 遭神惩治而死 而大卫和八十八 所生的第二个儿子 所罗门 就蒙耶和华所爱 神对待这两个男孩子的态度 不是我们一般按常理 能够完全理解的 神爱所罗门 一定是他恩典主权的名证 在他永恒的计划中 他已经拣选索罗门 为以色列下一任的君王 关于这一点 我们无从解释 总归说来 他就是神 主权的奥秘 正如前面的圣经曾经说过 他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施恩给谁 就施恩给谁 所以盼望大家在听完这一段之后 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连我也不知道该怎样 更好的答复你们 第26节到第31节 是本章的第四段 这一段是讲到 大魏王的军队 终于征服了 雅门人的首都 拉巴 这一段的经文描述到 拉巴的夺取 功劳完全在于约亚 拉巴的名字叫水城 或者叫水的堡垒 整座城市 水资源非常丰富 但同时 民众也严重的依赖水源 从打仗的方面 约亚实在是位好手 从他跟大魏之间的关系上 也有好的日子 比如说这一章 约亚表现的 就十分的令人敬佩 他作为大魏王的臣朴 希望大魏 能够得到功成的荣耀 所以他催促大魏 早一些下来 他向大魏说 我攻打拉巴 取其水城 现在你要聚集 其余的军兵来 安营围攻这城 恐怕我取了这城 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 在这句话的内容中 约亚一方面 希望大魏 带着更多的援军来 另外 他也希望王 能与人民 一同了结这场战役 大魏 响应了约亚的呼吁 带着援军赶到拉巴 最终以色列人 成功地夺取了拉巴城 亚门人的抵抗 以失败告终 大魏的得胜 表明了神的帮助 神并没有因为大魏犯罪 而向以色列人 撤去他的慈爱 以色列军队最终全面征服了亚门人 大魏所获得的战利品 其中一样重要的战利品 是一顶 嵌上了珠宝的金冠冕 它的重量简直惊人 重达34公斤 也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 一他连德 有人说 这冠冕 原来应该是戴在偶像头上的 因为人若戴上它 会把人的脖子压舌的 所以后来 人们也将这冠冕 象征性的在大魏的头上戴了戴 表明了大魏王获得全胜 大魏另外还从长中 夺了许多的财物 第31节非常难以理解 通常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 大魏叫亚门人的俘虏来俘苦义 另外一种说法 是大魏 按照亚门人杀俘虏的方法 来带亚门人 所以这节经文里面说 将城里的人 拉出来放在锯下 或铁爬下 或铁斧下 或叫他们经过砖摇 小字就解释得很好 或做 强迫他们用锯 或用打粮食的铁器 或用铁斧做工 或使他们在砖摇里服役 经文中接着说 大魏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 此后大魏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各位弟兄姐妹们 大家读 撒摩尔基下第十二章十 建议大家好好的来参考 诗篇 第五十一篇 三十二篇 还有三十八篇 因为这三篇 都是诚恳的 真实的 来反映 大魏 认罪的心态 大魏不是在神的面前 说一句 我得罪耶和华了 就够了 大魏王之所以能够得到神的赦免 他在口头认罪的同时 生命里头 心灵里面 也有忧伤和痛悔 他的确 在神的光照之下 看到了自己的生命 是何等的诡诈和误会 而且他也惧怕 像神弃绝扫罗那样 弃绝他 其实若是平心而论 若把扫罗和大魏比较而言 大魏 比扫罗所犯的罪更大 但是神 却没有丢弃大魏 原因是 扫罗 没有像大魏那样 真正看见 自己的罪 也没有 千功地 伏伏在神的面前 认罪 悔改 读了圣经 和与神 有相通 相交的经历 我们就必须得认识到一个事实 伟大的神 是恩典又慈爱的神 的确像圣经所说的 罪和过犯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在哪里显多 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 那在神面前 所欠的罪债多的人 他们在神的面前得蒙了赦免 爱神的心 就更大 就更多 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三到四十七节 所以我们今天读经读到大魏王 当我们一方面指责他有罪的同时 也同时可以看见 神的爱在他身上该有多么的大 另外结合着诗篇 我们也可以看见 他认罪的心 何等的真和何等的切 我们今天一定要思想一个问题 我们的罪在哪里 我们比大魏更强吗 我们如今在如此蒙恩的地位上 岂不也因是 被主的大爱所护匹 被主的宝血所洗净吗 若不是盟主的怜悯和恩典 我们就能不犯大魏所犯的罪吗 但愿你和我今天 都能像大魏祷告神的话那样说 神啊 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事篇第五十一篇 十节十一节 好的 我们今天撒末尔基夏第十二章就讲到这里 请大家在读今天这一章时 好好思想一个问题 如何能从大魏受审判的事上 看见神的严厉和神的恩慈 你从大魏受惩治 及大魏蒙恩 可以得到怎样的属灵教训 好的我们仍然 鼓励弟兄姐妹每天都祷告 愿神以他荣耀又甘甜的同在 伴随你和我生活和读经的每一天 我们若也有跌倒犯罪远离神 若蒙神光照 重新又回到他的恩典中 就让我们谦卑的在神面前赞美主说 神啊 你是拯救我的神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你本不喜爱祭物 若喜爱我就献上 番祭你也不喜悦 我知道你所要的祭 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愿你和我 都能有如此的心智 在神的面前 爱你们